字幕志愿者 李宗洛 字幕志愿者 议会 kilojr Pastikphoto.hk 歡迎來到交涉現場Pastikphoto.hk 最近有觀眾留言說這一輯照片看上去有些菲林味 就問我究竟是後製出來還是機身本身就有的顏色 其實這個問題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因為實際上它真是一個後製出來的顏色 但其實它又是機身拍完就已經可以立即見到的效果 情況就像大家用富士的菲林模擬一樣 現在我們一直用的富士相機 內置都有富士的菲林模擬效果 不過這次我就是用Nikon ZFC 配合Archalab 35 1.4 再加上富士的菲林模擬 你沒有聽錯是富士的菲林模擬 在Nikon 的機身可以實現到富士的菲林模擬 究竟是怎樣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步驟就非常之簡單 今天這一集也不會跟大家賣關子 只要大家稍微跟一跟步驟就一定做得到的了 好了事不宜遲 讓我們一齊欣賞一下這麼優美的畫面 和一個這麼動聽的背景音樂旋律 之後就等大師Kolin 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可以裝到富士的菲林模擬 在大家的Nikon 相機上面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Plastikphoto.hk 最近在網上見到一條片 名為Nikon 膠卷模擬秒殺富士 衝進去看 名字這麼厲害 雖然我又不是特別 很討厭富士 只不過富士這方面很強 菲林這個模擬器的話 那Nikon 怎樣秒殺呢? 當然是按進去看 幫大家精算了一些內容 就是大概這個set picture control 裡面 就可以改變這個jpeg output的顏色 其實當中可以加入幾個項目可以自訂的 自訂定定義 那其實在哪裏找到呢? 在網上可以下載到的 那只需要你抄到SD卡 就可以在SD卡抄到相機上 非常之那麼方便 而且很容易用到的 那首先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抄到一張卡 首先要入一張SD卡 開一個叫Nikon的Folder 再開一個Custom PC的Folder 裡面就可以放你想模擬的Filmcraft 我們去到這個網站 Nikonpc.com 我會給大家連結 那裡面就可以看到 那麼多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Film curve 那好 選好這個了 我就按下載 很快的下載了 我下載了 嘩!已經有這麼多了 好了 我就Copy了剛才下載的Film simulation 就這樣放上去 然後拔出卡 好了 插了剛才那張SD卡進去相機裡面 我手上這部是CN5來的 就可以進去Menu裡面 留意一下相機裡面 Menu相機公仔裡面的Picture Control 我們先看看 Picture Control裡面有這麼多 這麼多和這麼多的 20 OK 先翻出去 去Manage Picture Control 接著Save and Edit Low應該是Low Low copy to camera OK 這樣就按進去 那就可以見到剛才我所下載了 那麼多東西了 可能隨便弄幾個 黑白我最喜歡 黑白噴出來 OK OK 好 就這個 1 以外有幾個 先看一看 好 有9個可以加進去 好 1 順序1 好 記得不用改就按OK Save了 好 再加多一個好不好 好 接著再按進去 再加多一個 又是Habba Habba Habba 又是Habba 好 又是Habba OK 那就可以設置進去 然後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其實拍影片 如果拍影片的朋友 又想用這些Setting 其實很簡單 你不想再就這樣Save的話 就進去這裡 簡選這個 Same as a photo setting 那就可以自動跟回那邊 下面已經設定了 自動跟回那邊 相機那邊 已經設定好 的 Custom picture profile Film simulation 跟回正確的名字 就是這樣就可以容易地選到 跟著我們再看看 網站上面 這個網站裡面 有什麼 Film simulation 可以讓大家選一選吧 對了 就是這個網站 之前一直都有聽人說過 上網就這樣download就可以了 現在完美地實現 就這樣轉顏色 哇 富士可以轉到的顏色 基本上這裡都可以大概 不夠這樣說 一模一樣 但是最重要就是 有很多黑白給我選 哇 容易得不得了 對這個黑白攝影人像 基本上來說 有很多選擇 比較方便 很多Spring cuter都說 直出JPG 才是用相機的神髓 真的可以偷這些 這樣的plug in 幫助到 哇 TMAX 直接可以拍到 菲林效果 不是富士所專利 那要記住 某些機種 大部分機種 大概有九個 可以裝進去裡面 但基本上你可以download 現有這裡見到這麼多個 喂 其實這個號碼是不齊的 數不到 有38有90 其實有幾個呢 我真的數不到 根本是數不到 那麼多 大概看看你自己喜歡做什麼 就是大概你自己喜歡做什麼 要什麼效果 自己選擇去download 還有試一下 因為這些畫面 就我不敢黑 一定百分百 效果一樣 加上你要拍的畫面 就是你自己拍的環境 都有點不同的 例如像這樣 喔 Daylight人像的 Soft Lighting的 那有什麼效果呢 對了 Daylight 喔 陰天的 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 Studio Studio 槍邊 可能是 好似槍邊 大概是什麼效果呢 我也想看看黑白 黑白 很有型 真的 再提提大家 黑白 或者很多其他顏色 Vervia 100F 富士菲林 都有很多種 就不是100% 軸到一樣的效果 大概 這些只是 哇 黑白 都很多選擇 如果只玩黑白 應該都 有排玩喔 再看看上面 這些 好 歐都是人像 哇 咦 霍氣背 其實呢 要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 潮流輕 較為何 總之潮流就流氓呀 超波氓呀 就 比較 很自然的光線 不會太明顯 什麼瀉燈 就是鞋燈做到自然光線也可以的 的效果 大部份人喜歡用的 你例如這些 做到 Fog的效果 加上金屏的 Film加數 Profi 去改造 觸到 立 亮 真的 效果又特别不错 其实很多 要玩就有时间玩 NICON用家其实真的很有福 但只不过你要注意 运作即时改的就不多 但不要紧 你安装了 放在SD卡里 就很容易 一插进去就可以save到出来 好方便 另外喜欢拍风景的大家 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很多人 好夸张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风景相 即是你和我拍的都是风景相 回去收拾 就会有自己的风格走出来 甚至乎很多 很出名的IG打卡风景相的大师 他都是用手机拍的 但是 他出来的东西就和大家 很不一样 都是靠后期收拾相 统一 他的影相的style 甚至乎现在 影影相都出了影片 少少动动 基本上 就透过这些film curve 可以 统一 一set 你要拍的 拍摄效果 找到自己喜欢的 尽情地用 继续用 很constant的用 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是什么词 by bwd6 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可以去Pastikphoto.hk 选择 Archart的12mm移光圈APS-C镜 有Sony E-mark,Litcon Z-mark,AM43-mark,Forsi X-mark,Canon M-mark 如果有需要用wine angle,大家可以慢慢选择 都只是$1,120 若然不够wine angle,可以选择10mm 5.6fix光圈的鱼眼镜 都是提供APS-C的画面 另外再不够wine angle,可以选择7.5mm 2.8光圈 哇,更高一点 鱼眼镜亦都可以提供到APS-C的覆蓋面 都只是$880 咱们继续 感谢观看